打倒小情侣 咱们打倒小情侣 对面两个娃娃好艳熟 对他们两个是 他们两个就是住在我家里的好朋友 他们两个是好兄弟 好兄弟 这件衣服好像看生日成绿穿了 对了他不要脸穿我的 他就不要脸 他不要穿的衣服 他俩现在的衣服和裤子 内裤袜子都是我的 夸不夸张 谢谢催催催催的亲吻 看脸脸的袜子 内裤都在穿我的 人家过分的我觉得 怎么牙刷不用我的呀 对面那两个小娃娃 男的下来走一圈 因为他俩很忙 他俩就是 他俩是大忙人 业务比较繁忙 我也大哥 你去他俩那边刷吧 你去让他们俩 就是都出来走动 去做做核酸 谢谢 对方送到小花花 有也用 我的 哎呀 你怎么知道 我那儿三瓶 每天都少一瓶 我不懂 然后都给我用光了 我本来就是满满的一瓶 我都没拆过 没用过你知道吗 我都没用过 就在那儿 他都给我用光光了 用了只要这么一点了 然后放在那个 放在那个橱窗上 我很不懂 半夜给我偷走 我放 不是放 我不是放那个盒子里面吗 有一瓶满的 没拆的 哎呀 我都没用过 放了很久 没用过 因为没有 没有人跟我开张 我都没用过 你看他俩 他俩那个 那个 那个就是精神面貌 你就觉得他俩就是有点虚 有点虚脱了 就是天天玩得有点虚脱了 不像我 你看精神都走 对不对 你看他俩是不是 哎 你们发现没有 他俩是不是每次拨着拨着 就是有点 有点疲惫 是不是 因为什么呢 哈哈 哈哈 而且每天起床起的很晚 你说我 我一个睡 我本来就是 大家都是一起睡觉的 都是五六点睡觉 都是一样的点睡觉 我为什么下午两点钟就能醒 他们要 他们要下午六六七点才能醒呢 就很奇怪 是不是 刚刚小新说他垃圾带着我床 对呀 他把垃圾 就是我去打扫他们房间的时候 他们房 房间下全是纸巾 什么东西 棉签什么的 烦死了 你们旁边有个垃圾桶 他们不去扔 不要扔床下 这很晦气 你这种东西不要让床底下去 影响我的硬气 我去哪 躲到哪去啊 在柜子里啊 你看看哪有柜子 嗯 我是那一项吗 我是我是好像什么 什么浪漫的艺术家 好像说是一个 我现在其实这个 这个 你性格这种东西 最亲近的人就会了解啊 你等会这把不挂了 你描述一下我什么性格 行 嗯 那就连下 而且我在B加上面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对 先李李杰森 杰森你 你们观众一下 我在躲到柜子里面呢 好那你赶紧去吧 他在说你们的事 好 不去干嘛 那你下去你就要跟他说 我出柜 我出柜给你打PK了 对 你说我出柜来云你打PK了 啊知道了 一定要说啊 我们这边粉丝会监督你的 嗯 烦死了两个人还在那受恩怨 都不管我躲在那 可累 你看我的头都塞不进去 按赞 我看你 怎么一下 点赞 中文字幕